大家好 歡迎來到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我們繼續來討論癌症疫苗的議題 今天比較特殊 我們開始要進展 上期討論到一些所謂傳統抗原的癌症治療疫苗 以及一些所謂的素塗細胞的治療性疫苗 今天我們來談談癌症治療性疫苗當中 相當新穎的一個疫苗的選擇 叫做新抗原疫苗 我們再複習一下上期的禮拜講的 一些治療性癌症疫苗的機制 傳統性的癌症治療疫苗就是把癌細胞的抗原 打入人體裡面去激發免疫反應 目前這種傳統抗原的癌症治療疫苗的效果 相對比較不太理想 所以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施打的 都是一些腫瘤相關的抗原 這個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有一種自我容忍的能力 也就是自我容忍的機制 就是說對於本身自有的抗體 是不太會產生免疫反應的 否則就會產生自體免疫疾病 這些腫瘤相關抗原大部分 都是我們自身就有的抗原 所以對他們的免疫反應能力不會太強 所以導致這種免疫治療疫苗的效果 也相對比較差 另外一種治療性癌症疫苗的機制 就是所謂的速途細胞疫苗 就將血球細胞肥養分化成速途細胞 再回溯到身體裡面 因為這些速途細胞在體外以後呢 我們會給它一些所謂的抗原的一些 共同的刺激 讓它負載一些相關的腫瘤抗原 這些速途細胞在外面呢 這樣送到國外去呢 好好的做所謂的訓練培養 讓他們有很好的擬定作戰計畫的能力 跟所謂的作戰的一個技能的教導能力 把他們回溯到細胞裡面以後 回溯到身體裡面去教導這些戰鬥部隊 怎麼樣作戰 怎麼樣進行作戰技能的發揮 這就是所謂的速途細胞疫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理 但是新的計畫是什麼 就是叫做新抗原疫苗 什麼叫新抗原疫苗 剛才講過傳統抗原的疫苗 基本上這個抗原本來就有 所以我們通常呢 不會對自己人太過分 不會對自己人太嚴格 所以太要求 所以這種傳統抗原疫苗 產生的免疫反應通常比較弱 效果當然就比較差 新抗原呢是什麼 新抗原是癌細胞經由陸續性 產生許多基因突變 累積所造成的一種抗原 這種基因的突變 就有可能在細胞內製造出 氨基酸訊練 跟我們原來不太一樣的 變異的蛋白質 這種變異的蛋白質的狀況 我們就叫做新抗原 因為它跟傳統抗原不一樣 所以我們叫做新抗原 這種新抗原通常是 腫瘤細胞才有的特異性抗原 跟它剛剛講的相關抗原不一樣 特異性抗原就是大部分 都只有腫瘤細胞有 所以新抗原只有癌細胞才會有 這種變異的蛋白質變段 會被癌細胞的主要的組織相容性 複合物分子 MHC表露出來 在細胞模式 細胞上面會表達出來 如此就有機會被免疫細胞辨認出來 因為它跟我們的正常細胞 是不一樣的蛋白質 所以免疫細胞 免疫的緊張很容易就找到這個細胞 很容易就找到這個細胞 跟正常的細胞不太一樣 當它發現到正常細胞 這是一個不正常 跟我們本來不太一樣的細胞 它就容易產生 警察該有的免疫機制 免疫反應 所以新抗原對我們的免疫系統來講 它是一個從來沒有碰過的抗原 因為它不是我們自己本來就有抗原 類似像我們感染一個外來的病原體 所以免疫系統就會比較容易發揮作用 新抗原疫苗就是利用這種 變異的蛋白鏈當作疫苗 來激發對此新抗原的一個特異性的免疫反應 目前呢 新抗原的這個所謂的疫苗來講 基本上它有一些治療做一些關鍵 它可以用疫苗的形式 也可以用所謂的生態鏈的方式 來做所謂的施打 新抗原的疫苗的作用機制有什麼呢 基本上病人施打這種新抗原疫苗 這些新抗原在組織裡面 就會被所謂的抗原呈現細胞 大部分都是塑塗細胞 會把它吞進去 吞到這些塑塗細胞裡面去 新抗這個圖就看到 新抗原的疫苗被塑塗細胞吞進去 吞進去以後呢 新抗原會被切割成小片段的表位 我們簡稱叫epitope 這epitope呢會跟塑塗細胞的 mhc的蛋分子做結合 然後會讓這些所謂的抗原 新抗原做 處置過的新抗原 表達在所謂的癌細胞的表面 當它一表現到癌細胞表面以後呢 這些所謂的活化的塑塗細胞 就會進入到淋巴結 因為它有獲得到癌症的細胞 癌細胞的一些重要的抗原的資訊 它就會跑到淋巴結去教育那些 尚未被調教過的T細胞 我說過 基本上這些T細胞 這些所謂的抗原 只要沉遞到速度細胞 速度細胞就會開始去擬定一些作戰計畫 以及對於這場作戰需要的技能 它就會跑到這些 還沒有經過受訓的T細胞 這些沒有受訓的T細胞 經過這個所謂速度細胞的調教 它就會變成能夠辨識這種癌症 心抗原的專屬性的T細胞 經過調教後的T細胞會火化 而且會大量增生繁殖 然後進到癌組織裡面進入 進而準備要毒殺的細胞 所以這些所謂的T細胞 就會變成是一個專醫 特醫這種癌細胞的所謂的T細胞 癌細胞會將此心抗原 跟MGC分子結合 而呈現在細胞膜表面 這時候速度細胞調教過的T細胞 就能夠精準地利用 它表面的T細胞的受體 和癌細胞表面的心抗原的結合 產生特異性的免疫的毒發反應 也就是說因為這些T細胞 有受過訓練 他們知道速度細胞所發現 所要我們去對抗的 腫瘤細胞的特徵是什麼 這時候它就能夠快速地去辨識 腫瘤細胞快速地結合 然後產生了該有的一些 速度細胞誘導的T細胞的免疫反應 今天跟各位講的一些 花了一些時間來跟各位討論 新抗原的癌症疫苗是什麼 它治療癌症的機制是什麼 其實這個治療機制相當的特殊 利用一個癌細胞才有的特殊抗原的生態 然後經過一些特別的處理 經由速度細胞的射 打到身體後 經由速度細胞的包影左右 讓它能夠表達到 所謂的腫瘤細胞的一個表現上 速度細胞也因為這個 所謂的新抗原的表現 表現在癌細胞上面 我們就可以更加專一的去攻擊 所謂癌細胞的一個狀況 會能夠更加能夠產生更強大的 免疫治療的作用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